这个冬春的气温明显比往年要暖和很多 去年的时候我的三角梅基本到了三月份才发新芽 那今年呢现在就已经发新芽了 三角梅发新芽的时候是给它催第一波花的好时机 如果错过这个时机让芽长得太大 基本这个春天就是只长叶不该花了 那给三角梅催化主要做好下面这三件事就好了 第一件事呢就是晒太阳 有些在冬天室内果冻的三角梅啊 当气温稳定到10度以上的时候就可以搬出来晒太阳了 这样呢它才有足够的光合作用来制造开化所需的能量 第二件事呢是控水 控水的目的呢就是让三角梅感受到生存的危机 然后呢从无忧无虑的长枝长叶而转换到发芽后代的开花 当然呢它开花呢也不会结种子 这只是植物的本能而已 控水的程度呢就是每次看到它的叶片有些发粘在焦透就好了 第三件事呢就是给它适用足够的莲甲肥 那之前呢已经在它的盆土中啊 埋过芝麻饼肥和骨粉作为鸡肥 而当它长出鲜芽之后啊 最好啊每浇两次水 就在水中对入千分之一的铃色二亭甲来专门补充链甲肥 这样呢很快它的第一步画就开了 由于呢全国的气温啊各不相同 所以啊三角梅长鲜芽的时间啊也是有早有晚 像南方画语啊甚至是全年都在开着花 所以呢本视频啊只能算是一个参考 观众老刘大家一起 学养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